人穿越線上一名男子正要走過馬路 突然一輛警車從左邊開過來 差一點點就要撞上男子 男子嚇一大跳 兩隻手馬上伸出來拍打警車的引擎蓋 並擋住警車車頭 他也順勢往後跳 這才閃開 不然就會被警車撞倒 躲過一劫後男子很生氣 走到警車駕駛座的位置 像是想跟開車的遠景理論 原警開警車沒有禮讓行人 這一整段過程都被民眾的行車 記錄器記錄下來 執法的人沒有守法 警方查證後確認警車已經違規 警方依照影片違規的狀況 開出罰單 車主姓名寫的是台中市警察局 俠區警方也有找出當時開車的違規遠景 這張罰單最高可罰6000元 也是他要負責 並且另外還有行政處分 華視新聞 喜歡張英光 台中部長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